有点不确实 刚刚开车,三月再跟你谈谈 参联赛冠军的事情 不要跟我谈谈三月 三月到三月都在增标位置 今年开车了10月20日 第一场也挺热闹的 三千多 尤其是黄压城只有六千多座位 感觉上都很热闹 今年的对数和球队组成有些不同 有些新的景象 很多球迷今天也是想听一下 曼联军的大战 这场也有很多话题 第一个什么意见呢? 可以随便说 我和Ricky说 其实开车前我们也在谈谈 有些节目的节目的节目的节目 有些节目的节目的节目 我记得我开车前 因为我做头场 我发炎,自然是在这 我在这 我自己录了一些影片 后来我按了键 后来我按了键 按停了 其实我放在网上的影片 是上半场 后来我还有一些 我们说的东西 是没有出界 我不知道自己按了键 你是不是拍了史哥斯的电视 后来我已经停了 然后我们说 其实这一场球 即是在赛前 你看到这 如果他们再不改善的情况 是用一个逻去仓的 你有没有印象吗? 我说完都忘了 我说的 即是说 比如说明宿 或者我们也有看法 如果犯了这场球 打法 或者表现没有改善 对着现在的利物浦 将会拿锣去装 那球 就是会输很多 刚刚说 我不知道是否按错 之后就得到上一部分 结果就是拿锣去装 和史哥斯所说的东西 史哥斯周中就说 对他联下大人大之后 说要这样 其实对利物浦 输去晚成绩 半场都已经被人大炒了 他说明了 半场都输四球 结果真的 去到上半场的保时 都要塞进第四球 都很少见到强强对碰 首先 那么大比数 而且 其实表现上差距太远了 很少见到曼联这对球 他们集体的感觉 如果上班球员有点耐性 好像不太足够 他们觉得 那些纪律不太保持 他们都接受不了 他们接受不了 那一刻 一流的比数 二流的形式 是去到这样的 他们都接受不了 还有如果下半场 不是收一收 那边有房 那边收一收 哪里指金小球 可以 如果真的要听到 还有保巴的鸪牌 就令到 真的 那三十分钟 就已经是不想输 变成五个后卫了 我就想说 很多人在赛友谈论 高位压迫 其实很简单 三线压前些 前程压迫 但是 说就很简单 但是你真的要对球 要做一样东西 不是你说做就做 其实很多细节 要很整体 我有一点点的看法 当然 是整班球的事 但是问题 现在是 究竟怎么办呢 你未来会怎么调节呢 教练领队的公信力又如何呢 很多很多问题 等于先说了 我先说我 你觉得呢 有什么感觉 我其实准备下个星期再看 我下个星期再看 我可以跟你说 对亚特兰大 那下次 我会在那场比赛之前 现在搞到过的那些 都说今七万年都输 都不是的 对卫拉里也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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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我跟他说对亚特兰大 不是啊 对亚特兰大赢了 是吗 有这样的事 不是 好像三比二 那次是 因为下个星期 周中我会说 我还未看全赢 所以我下个星期 对亚特兰大 之前看了他 下个星期 是这样的 要参加长波 因为先后次序 因为原本那天 我跟你做完 二次对卫斯涵 对 我等到 11点完 等到2点9 对卫拉里 但中间我选了 我去看《罗马对拿波里》 我去看《罗马对拿波里》 我又不是很喜欢 分开电视机 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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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很喜欢这样的 我看了那场 但我看了那场 旁边有人在看 观传多少 四比零 四比零 我純粹是这样 我就是觉得 其实出现这个战果 最后 何输到0比5 我觉得 就在《罗马对拿波里》 黑塞的立场 都自己走 我觉得 自己走 都不用搞那么多 接受不了 这种事情 其实对于《罗马对拿》 我觉得应该自动自动 巴塞都有很多原因 现在《罗马对拿》 其实有阵容 我不是说最强 一定不会差 不是差 就是这样的班底 就是这样的人选 是有问题的 我刚刚看了一篇文章 在英国那边 他说 在两年前的十一月 即19年的十二月 十二月的时候 《罗马对拿》是赢了万成 赢了万成 那时候赛后 苏斯克就说 我们球队的风格 就是要快速 进攻 流畅 他说 今时今日回来 两年之后 对球队反而 还没有任何方针 没有任何理念 看不到想怎么踢 反映他的文章 其中一个观点 就是他觉得 这两年球队反而 没有什么进步 就是两年前 你还会看到 他们可以赢到万成 两个入球赢2比1 但现在反而他没有做 在那一场球队 我都不是很专心 因为我又回家 又洗澡 因为我第一层做完 我纯粹赛前 我另外有一些平台 我都会给一些选择 那时候一定是 万年对利物浦 我想一下 但如果以正常来看 利物浦是 即是 马后炮 我好明白 赢了 你看之前的近况 你觉得是利物浦 一定是先的 我纯粹想 因为我不知道他出什么人物 我认为万年 我觉得万年是一个变数 就是浦巴 那变数 如果浦巴 如果浦巴 我认为他打正选 我不知道他要打正选 如果他出 他会有些事情 可能我想不到 而 是威胁到利物浦 是帮到万年 是 我纯粹这样 最后我当然没有选择 这场球 我觉得困难 因为这些未知数 我便打了一场 维持对家 就是这样 我心目的历程就是这样 因为我猜不到他是最后臂 我觉得 我是教练 浦巴 好不好 大家知道优点缺点在这 但是如果我是教练 我是要 我未来是用浦巴 一场球 我一定会被浦巴打正选 我纯粹有个个人感觉 上一场又没有用到 没有正选 阿特兰队 阿特兰队都事事小 这场对你便是好 你只是浦巴的那些年轻 除非你不中他 我不要你 你帮不了我手 如果你要用他 那个心态 我便会打正选 行不行 没有人知道 但是找他做后避 便出事了 我自己纯粹个个人感觉 我自己觉得很清楚 这几年社交媒体 其实我都批评过很多次 我觉得有很多的 决赛重要的赛事 都是教练输了 就是教练输了 比如去年欧巴盃的决赛 是阿蘇斯特兰队输了 但是 责任是所有的 所有的意思就是教练和球业 你看看这几场球的过程 譬如李斯特兰 阿华迪入 不知道是第三球来说 那时候追和2比2 接着入第三球那球 李斯特兰队输了 那个第三球球 就是在半场开球 比后一个斜线 推进去 已经15秒入球球 这些入球是球员不集中 教练是做不到什么 难道教练是叫你这样做的吗 你要看过程的入球是怎么样 这些球员是有责任的 去到上一场球 现在我们看回星期三 他们对亚特兰大 其实是拼得很准 拼得很准 拼得很准 每个人的走道都是去到 你不要管他 他只能踢上半场 然后再反省 那当然一流 但是拼得很准 好了 所以你说的 到你是教练 你要去想对你而谱 是不是 首先我就看 我对亚特兰大 为什么在上半场 我会给亚特兰大 给他这么多射门呢 是不是那四个 那四二三一 四个加两个是不足够呢 因为那两个逆锋 是做不到的防守工作 因为间链是比较年轻一点 华书福就刚刚才需要复充 当班罗菲南迪斯自己去压迫的时候 基本上你没有了斯朗 没有球的时候 你是四个都out了 out了即是你剩下六个 对着律律博 为什么史高斯说是这样踢就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六个 四个加两个 你不足够的 不敢防守 你是输了中场 那那个重复犯错呢 就是对亚特兰那场波 就是他个人去压迫 不是一致去压迫 这个就是个致命 你明知道亚特兰最强就是 迫抢 对吧 那你见到 隔壁突然间就自己一个 那个就是一个 好了 这个这样的情况 是教练叫你这么做 你自己的球员是这么做 因为我自己也试过 试过就是我教练的球 经历过 就是譬如我对一队强队 我想前面一个遮挡 快的看能不能抢到球 不抢就快缩 一缩回来 我就不飙出去的了 我就在那里等他 对吧 因为对手是强 对手我们不可以拉开 但问题出现什么呢 就是 老板可能在前说 十万奖金 对吧 这些出现的 在香港 十万奖金 好的 好事来的 那些球员落队演绎 就是另外一回事 个个都想去抢 个个都想去赢 对吧 就忘记了 这些我没有告诉你 有时候会发生一场球 半场就要跟他们说 喂 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宿后就不飙出去 不要什么 如果你给了空位 这些他就一定会是 对吧 现在的情况就是 万联帝立宝那场 是那些球员自己这样做 我不相信 那些球员 怎么说 就是说到一样东西 你给球员自由发挥 我不相信 但是另外一个逻辑上的东西 以万联帝的人脚 你一定要在前面逼 你不能逼 你不能缩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一早队就没有缩 就没什么可能 因为万联是强队 你只是叫南会怎么缩 大哥 无论南会怎么缩 都要在前面逼的 因为我们是强队 是吧 这些球员都不会接受 对吧 你以为 本来拜托斯朗会接受 你叫我塞了个球 我回到后面 去等 不可能的 所以就是 这些出现了很多的东西 我们看到 但是最后就是 就是真的 宿舍一辰才知道 这个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这件事你要清 因为你说 你看看近年 苏西辰带领的万联 很多时候有精彩的地方 它是反击的 但是它有没有 之前有没有试过 有一段时间 有好几场演绎到 是前场压迫做得很成功 有没有演绎过呢 我印象中没有什么 但是你说 你不是普普万成 普普都很好的例子 前场压迫赢了 万联律带领的 是没有 这个就是为什么它没有呢 之前有没有练过呢 这个呢 我觉得练 一定会有一个方式去练 因为这些不是那么难 但问题就是 你的性格 是不是 你的性格 和哥迪奥拉摩年 和他的性格 我就觉得 苏西辰带的 你敢不敢叫我 保巴去逼 他做不到你就 是不是 是帝国 是不是 是 哥迪奥拉摩年 会挑战你的 他告诉你 你是 你是阿古老友 谁也好 我叫你这样做 你就这样做 是为了敌波 是吧 他会说服到你 你这样做 是吧 我真的没有什么 那段时间 很深刻印象 这几年 高位 前场压迫做得很好 曼城 很多 很经典 车路士 很好 因为这些强队是要做的 是吧 强强 一对好的 一定要做 有几手的 我有Pan A Pan B Pan C 每次都要有 不可能 但连近 苏西辰带领这两年半 整天在强强对方贏 真的因为他们的反击效率高 前面有质素 有几场 上季联赛第一场 对Cheros大胜 接下来 哥德奥娜和他们 互相争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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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 他真的敢回答 觉得过往两三年去主唱 对林毫 也是很逼争的 那时 其实当 Motel 我从这一段难以为 最强力也会猜错 在猜错 或是 苏西辰就 Ma 需要看onspace 然后 有点 调整 不可以自己 如果不是那麼好負責任的教練就說 我叫了我做了他們做不到 那你是教練來的 我當他們不聽你說或者做得不好 那也是你的責任 因為有一個情況會出現我們踢球 我們就知道 當那場球一開開得不好 那些球員在防守那裏 各個走的位置不對的 就開始回不了氣 一回不了氣 所以你看起來好像是一個態度 其實就不是一個態度 只不過是整體回不了氣 就真是混蛋了 那45分鐘就捱了 不是說所以不想追 不是說當然不想追 是他們各個走的位置都走多了 雲比山街是啪啪啪啪 接著一回不了氣 人家射到球都入 射到球都入 射到球都入 為什麼我們經常看的比賽 就好像13個打11個 其實不是11個打11個 只不過那11個防守做得不好 就失不了那些位置 那13個走的位置 也有這麼多空位 令到那場比賽就是這樣 上半場45分鐘就是這樣 不是態度的問題 是每個人都錯的走的位置 那就辛苦了 你說走的位置 我覺得今季暫時來說 車路線是最經濟的 嗯 你聽我說什麼 我走的位置 我什麼時候走 又什麼時候去 什麼時候不去 就是走的路程 控制的節奏 車路線是挺好的 以這個環節來說 就是Ricky說那個 就是我要走多少冤網路 還是我走適當的時候 去哪個位置 那些歷史 譬如我還有一點就是 因為我們都未必看得那麼清楚 因為我們都 畢竟我們未去過一個高水準的足球 是吧 因為我們不知道麥托雲尼輝達 那些的級數去到哪裡 但是堅尼呢 就這麼多年來 都是彈這兩個好 就是覺得你沒有可能 這兩個正選 是可以令到萬年是什麼 是吧 就是有時候我們這樣比較 我們可能看不到就是 我們都覺得是好 麥托雲尼 但是可能他的級數 想堅尼 眼盡 因為他們看到這麼多好的球員 我們 一個例子 我跟阿余講頭場 我記得我說過一句話 你留意一下迪勤賣斯 是未試過一個球員單位單位單位 過到的 你有沒有留意 是 記得 就是這樣 那個級數 迪勤賣斯 沒有一個單位單位單位 是可以過到的 剛剛你過去看這場 是沒有 有很多人試過是過不到的 如果你從一點那裡 加上普巴的情況 真的沒有好過 你又不可以說他很頑皮 但是他真的沒有好過 是吧 那你的中場就 就不太好 然後你又可以想想 譬如哈利麥加那些 是吧 他可能跟以前 到你去菲地拿 差很遠 是吧 差很遠就好了 買了華拉尼 華拉尼傷了 那就有影響了 是吧 所以 這裏又差一點 那裏又差一點 那裏又差一點 就令到 對波在旁邊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 就是這樣 但是 蘇斯亞囚也有過責任 我覺得 是有過責任 是吧 因為最後 成績你三年了 對不對 成績 你捧個杯 照這樣看 是他責任多一點 還是請他回來 會責任多一點 不是 我自己覺得 因為蘇斯亞囚 我們都很喜歡他 阿薩球員 是吧 我們都覺得 他是一個 值得給一個機會 一個這樣的人 反過來 如果你是 為何堅持 可能是他那個格的問題 他傻的 是不是 他傻的 沒有機會 是吧 但是 這些都是值得 有這樣的機會 但他沒有這樣的機會 就是因為 別人沒有給他 這樣的機會 蘇斯亞囚 可能是贏的親和力 對 你見到他經常都很正面 對 還有 球會 他們也有報道說 經歷了摩迪奴之後 好像受傷 球隊很需要 找一個 類似蘇斯亞囚的人 去緩和 球隊裡面的氣氛 摩迪奴 你知道他比較喜歡 挑起時端 你沒有說哪一類的教練是好的 你 你這群球員 認同你 就行 例如你 杜曹高普 他是親和力的 他有很大的動作 但是 也是跟球員很親密的 那些 那些奧拉 是強勢 摩迪奴後期都是強勢 沒有說哪一個好 但是對球 就是你大 那你扳一球 聽不聽你說 這個很重要 沒有說哪一個絕對 通常之前的失敗那種 之後那種 就是剛剛相反的 水晶宮 覺得他老的那些 不好 不要再問那些老的 就是年輕 學神走一招就是偉拉 通常都是一個調轉 就是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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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拉 通常都是偉拉 就是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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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偉拉 有些人想起自己 真的讓你們說幾次 偉拉 高峰 如果老是鏘子 自己看見 我自己 告訴你 我是偉拉 從這麼久的 看過無數波 偉拉對堅尼是很好看 我真的很期待 我真的很期待 好看的兩個人不用紅牌 小時候的對抗性比打架更厲害 即是大家很想贏 好看的尺度也不用打出場 那時候有一段影片 後來播放在隧道上 在高貝里很窄的隧道 還未開球 他一架位拉機 後面人都未到 已經聽到堅尼在喊 已經出來不搖交打 還未開球 你不要再說韋拉和堅尼 史高斯那些真的很好 不是用球 沒有球的時候 你看看他的身材 他的心態是我不讓你過 即是那些心態 現在的曼聯那些 我都不懂得說 即是不懂得說 即是那天廢打給別人 即是廢打給別人 就是了 即是我真的不懂得說 以前的天理 無論怎樣都好 哪會讓你的心態這樣過 唉 即是我不懂得說 這個星期就對熱刺 又是我 不是我和你 不是我和你 我和誰 不是我和你 我和你和誰 我和你和他做 我和他發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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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刺對發聯 熱刺近期不是我 老實說很麻煩 但這場兩隊都很麻煩 我真的很難說 紐奴也很奇怪, 教囊队就很棒 因為將一隊弱隊打防守反擊 球員聽說, 整個工作也不一樣 我覺得很簡單 摩連奴走了, 同一班球員 你要紐奴做什麼? 難道他帶領這隊球可以比摩連奴 我覺得摩連奴不是一個傻子 他做的事情, 大家未必認同 他的格, 大家也未必認同 但是這個人是世界級的 他對球的人, 拿不到冠軍 你也不必自然拿 除非你換了球員 換了四、五個就差不多 但摩連奴當年的後防 都比劉奴現成後防 我個人 我習慣了 迪奴那些不是中間 摩連奴很不喜歡用迪奴 你見到扭爐是可以的 現在是要用機司洞羅尼路 看看能不能夠 他用的球很好 但是暫時應超要適應, 不夠硬 那幾下呢 對阿東尼號 對阿東尼號 他打了三個中堅 而來隊友打雙中堅 對他來說 都要打一段時間 他用那個球是OK的 聲音是很好的 但是你應超中堅也要那一下 你沒得說 你不能沒有撞那一下 阿東尼號後半部一打開 彈開了兩三個身位 差很遠 安都尼歐是一個極端的例子 但英超有很多 類似的球員 我覺得今年買的人不太好 找高年回來做後備動門 這也沒什麼意思 也不是一個特別好的審問員 總監派拿迪子 因為以前是朱雲達斯的總監 他主要在耳隔那邊找人回來 我覺得找些人不太好 但這個禮拜最後這場比賽 可能是重點比賽 熱刺對曼尼星期六 又是你做的大場球 我再請你一句 上個禮拜不說 今個禮拜也是 下個禮拜沒有英超說 到時候再說 下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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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禮拜我看兩場西甲 大哥 家長大哥 都被你唱這一次 還有 早前給阿佩說 這樣 我本來我有的 就讓你唱出 只有我 現在都沒得猜 看藏書一起怎樣 帶來這場 可能名運和網民革命都差不多 不如對阿達蘭大先選吧 對阿達蘭大之前會有乾地 今早又說炒,下午又說沒事 現在的球會是害怕,補錢補得害怕 特別是一級領隊,人工很誇張 一補就補成億,你真的要考慮得清楚 教練來帶球隊的風格 因為萬聯是萬聯 如果帶乾地來保守又不太好 現在可以考慮了,現在可以考慮了 現在可以考慮了 乾地應該有興趣萬聯 正常就是,正常是重視防守 但是當我接下來會怎樣怎樣 我可以帶什麼人,買什麼人 這可能會有吸引力 乾地要帶一隊 對,沒錯 他有多要求,不單是教練 對阿達蘭大先選擇幾個 還要買憶衛 還要買憶衛 首先要買憶衛 因為我會要的 當然要的 我看不到第二萬年有一個憶衛 好像這個 這個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我們看看接下來會怎樣 今晚,拿波利那場是有中文唐術的 不是我講的有中文唐術 對什麼? 拿波利那場是對國龍尼亞 好像是 我們最近多了一些新同事 有球衛也發現到 我們可以多多留意一下 這星期是英超,西甲 另外這星期是西甲那邊 巴塞對艾拉維斯 馬德行會今晚也會有比賽 今晚可以留意一下 艾拉維斯現在彈了 這幾場球彈起來了 贏了兩場 艾爾斯那場球只有四次挽回 對艾拉維斯真是恐怖 一隊球一場球四次挽回 一次中目標 真是可憐 那天卡利斯也很少有 一場球入三球 對艾拉維斯可以入三球 卡利斯是否我之前說 那隊不懂得怎麼按 對艾拉維斯 即是那球打腳解圍 然後不管那隊 打無零比另一隊 對艾拉維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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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跟他講 我剛才跟他講 對艾拉維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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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分不出奇 但被艾拉維斯 入三球 真是很糟糕 真的 卡利斯入三球 真是很好檢討 艾拉維斯的後防 做得不好 很差 文迪等等 幾個都不太好 這星期還有什麼焦點 好像沒有什麼相關 早點放上去 我看了一陣巴黎 真的 我覺得差一點 有幾次 前列球隊都差一點 最慘的是 用不到艾拉維斯 但關鍵那場 歐聯隊 最忠目那場就可以 對艾拉維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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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惜 用來alı 是的 對面深刻奧利也對他的腦部都很熟悉 畢竟是亞根廷教練 又教過亞根廷國家隊 這個星期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們的直播 利物浦會對白禮頓, 李斯特成對亞先奴 這星期也有看過李斯特成對亞先奴 李斯特成都很久沒有 李斯特成可以作客贏奔福特 不簡單吧? 這成為了一個重要指標 李斯特成跟韋詩涵一樣 去年好, 延續還有進步 韋詩涵看得不錯 對, 你不是金無意 我再說了, 彼琴華斯和蘇哲 這對王中是不會差過任何一對英超的組合 這兩個是很強的 是差一點前鋒 多一個前鋒, 我未能休息一下會好一點 我們可以留意一下 以甲有沒有什麼好東西推介 以甲這星期有米蘭對羅馬 這場也不錯 羅馬不敗 這場有什麼事呢? 我想說, 留在這場羅馬大敗 對羅威和巴格基林 事後有五個球員被摩尼奴罰了 在摩尼奴罰什麼呢? 就完全沒有進入大軍名單 在摩尼那場 完全沒有進入大軍名單 在看堂上看 然後週中 其中一個後衛金寶拿就有機會了 其他四個都放在看堂上 進入大軍名單 CID 懲罰性 在摩尼奴罰那場歐洲協會聯賽之後 他就告訴我 我一直都是這樣說的 我說我們都只有十三四個可以用 如果是也很糟糕 你是不是長期只能用到十三四個呢? 那些人都要用的 他們的意思是說 我這樣割股 那些人你自己走 那些人都要求給我 給其他人 我也是這樣想的 那些不是不懂的 馬若拿 以前是李雲特的前鋒 中重有乾沙路韋拿 卡尼斯佩雷斯 還有迪亞華拉 後朋友是金寶拿 其實不是不懂的 有些都是割腳 甚至是西甲都正選 這樣我覺得很難搞 魔年路就是 這件事就是 他那個 怎麼說呢 作風 作風 如果你是老闆 就不是容易 敵頂他 你沒辦法 像Bicky那樣 你現在開慣一部靚車 我給前車去 我當然不習慣 我要換一部靚車 就是這樣 你習慣了 好像壞了也好 都要換一部靚車 開慣一部靚車 他在浪馬的時候 你預算是這樣的 他會覺得 你是浪馬 但他會覺得 你是浪馬 我是摩連奴 他覺得自己 我是摩連奴 其實不太現實 你怎麼可能只用了十三四個 出到其他球員 十三四個以外 都要盡能力 要他們聽得好 而不是這樣 你們 輸就輸 摩連奴說話 你不能直線聽他說話 他背後 永遠都是圓外之音 但他很喜歡把球員放在桌上 如果你不是那十三四個球員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所以我給你解釋 他不想要 你放得走 還有這個行動 將他放在看台上 你不是說完就算 你真的有行動 放在看台上 你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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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了 我實際設計對白 摩連奴覺得我是摩連奴 我來羅馬 不是你羅馬請我 我很開心 就是我摩連奴來羅馬 就是他會覺得我純粹是這樣 你又要這樣說 現在的球員 就是大部分 都是那個思想是差的 就是比人更壞 這個是事實來的 是吧 因為你訪問之中 你聽摩連奴說 他有時候說 他不是沒有道理 是吧 就是說 我的足球生涯 教這麼多好的球員 我有沒有問題 和林法迪有問題 沒有 身離敵有沒有問題 沒有 是不是 泰利有沒有問題 沒有 是不是 他是對的 他說的話 是不是 就是 十個球員以前 他教的那些 你都不用跟他說話 這些球員落到球場 都給你了 但是還有那十個 他不是這樣的心態 是不是 那他又不會用一個哄的心態 去什麼 他會告訴你很直接 他會挑戰你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情緒 但是不是每個球員 可以挑戰他的情緒 是不是 有些是 你說我不行 我就不行 因財私教 所以我就坐在後面 我也是在收錢 現在最慘的是 十個九個都是這樣 是不是 不是有一個拿一個 鬥住室我證明給你看 好 你叫我做什麼 我盡量去做 現在不是這些 你踢 你這麼厲害 你教你鬥 輸就輸 輸就輸 很快去打遊戲 很快去打遊戲 對不對 那個情況就是這裡 你又不能說 Moniano是什麼 但是可不可以就是 拿到一個平衡 這個就要說 真的那個技術總監 和那個老闆 是不是 你都要抓到Moniano 跟你說 喂大哥 你這樣 是不是 你給我一個解決 你不滿意這個 OK 我們嘗試一下買 你想要誰 我們就是有這麼多錢 你一定要有一個技術總監 和一個老闆 是可以忍到他 這樣才可以 如果你說其他人忍不到 就好像萬年那幾個老闆 忍不到他 就是這樣 唉 補你快點走了 請到Moniano 就可能要心理上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他也要照顧 他照顧球員 但Moniano自己 都可能要某些條件 或者某些環境 才會令到他自己 可以專心去教過 不知道羅馬 搞了多久 一開始好像很好 很開心 吃薄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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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不知 好像有柳卡素在 哈哈 Moniano 好像變數 我不明白 他自己說不會 他自己說不會 他說我仍然是 在羅馬的計劃當中 在你那裡開心 等等 不知有多少成真 現在總監 其實都是葡萄牙人 就是同鄉 就要看幫到他多少 羅馬的老闆 就來了一年 美國老闆 飛球員 看看接下來是怎樣 我想問幾個拍檔 接下來一月份 就應該轉目市場重開 如果登記英超 現在看綁尾那幾隊 駱惠治 如果繼續下去 小麥婆夫人都沒有 有去的 有去的 你一向不太介意 反而 現在羅加索也不太好 這就是現實的情況 但好笑 如果一月份擺明 大家都知道 去到很低 看看怎樣做大手術 怎樣炒回你 這個故事是有趣的 這個大家都 接下來會看著 如何撿 撿多少 還有他現在是 全世界最有錢的球會 但他現在是面臨 那個鋼板 這個好笑 現在是動不了 有教練可以動 就動了 但是球員動不了 你要去到一月份 他會借到球員過來 什麼都不理 他都會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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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覺得很視乎 就有選擇 錢可以解決到 簡單 借我都會付錢 但因為現在的財政 有很多球員 都想借 當然 可以的 你借給我 傳送我出的份量 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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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斯聯 一般 修校頓 都沒有 列斯聯 有相比影響 鬼磋 沒有了 有關事 沒有菲立斯 現在沒有班福特 是 班福特 也是 這項目的 今年的有趣 是 現在到了第九州 還有幾隊未贏 球員 很神奇 很少 劉卡素 搬離 和 劉慧智 三隊都沒有贏 但 亦都代表 他們的分量不差很遠 贏了兩場 就可以上去 對 所以今年 近幾年都是 但是很少 以往不會想到 劉卡素 現在的反彈很厲害 可以有很多情節發生 所以 也是好看 看他們最後 拉上去到什麼位 大家應該猜 劉卡素 都回到英超 難道這樣去到英館嗎 最終是港版 沒有理由 我自己覺得 看看眼光 會找到什麼人 還有 因為 我有點擔心地方 因為早幾天 劉卡素 傳出 最有機會接手 那位教練 叫方成卡 就是上季 教羅馬 教羅馬 我就評價一般 所以我就跟他說 要不要找到他 第一 他有沒有英超經驗 不是說得好 因為如果炒他 就不需要補 但是現在不是說 行量的錢的問題 現在是行量的 行量的錢 他算了錢 他算錢 就不會炒補老師 簡單 如果算這些就不會 就是不算這些 就是要看看他們的 其實我比奇說 你看看短還是長 你想嘗試找不到 一個很適合的人選 暫時 你便找一個有英超經驗 暫時先過度 我給你一塊大錢 你和我搞半年 你便是製的 錢而已 就是這樣簡單 有沒有這些 協冬 就不關事 沒有 不是說的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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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我現在回來了 即是現在我去補充這邊 對 這些都是重要的 這些都是 都是 都是 你給別人記得 我英超直播 你見到我的樣子 我不用說那麼多 難道我要做幾個訪問 不用了 所以 劉卡蘇都真的不知道是誰 劉卡蘇都真的不知道是誰 劉卡蘇都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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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卡蘇都行 我做總監的工作是OK的 差不多了,上星期的精彩都好像沒什麼 上星期的問題也值得講話題 接下來打完聯賽後,有你了 你集中歐聯 南區今週什麼環境?打什麼? 南區 進風 三點半是青衣 進風主廠是青衣 各位昨天記得,我們要看技術總監如何領軍 有什麼領軍 你都在看 贏華晉鋒繼續綁手 三月我先講 現在就去十一月 贏華晉鋒繼續綁手 零失球 現在還沒新過球 零失球 三月的聯賽才開始 香港的聯賽很遠 到時我們先喝杯咖啡 還有一年,魚丸2月已經獲得了聯賽冠軍 19年紀錄 有一年,魚丸很早獲得了聯賽冠軍 有一年,魚丸很早獲得了聯賽冠軍 那是十幾年前,是200多年 當時來的 有一年很早 陳祖已經獲得聯賽冠軍 因為只有十幾場 很快 都不出聯賽冠軍 看看3月 11月立刻都很快 我們也呼籲一下朋友 球迷 朋友多點來支持我們 我們才有動力 開得密一點 因為有時候 周中實在太累了 真的要想一想 因為要你二三四 我們的時間不同 二三四 例如我們有些 Weed Day 歐年歐八 有時候 可能是我們是組場 他又是尾場 所以剛剛踏著很尷尬 下星期開始有冬令 星期一開始有冬令 我經常覺得 為什麼夏令這麼短 好像我們只不過做了十幾萬針 其實也是半年 那半年有三個月沒有球打 一人口暑 但我經常覺得夏令很短 真是可憐 我們只不過打了九州十州的比賽 就要接受冬令的挑戰 一對於我們來說 特別是尾場 或者我們有時西甲爾甲的比賽 三點九 將近四點 我們沒有問題 我們沒有小孩子 隨時睡得著 這兩個就麻煩 現在反而是這樣 做完回家 女兒已經起床 直接送回學 都可以的 好過現在 反而現在 可能是五點六點幾 還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人有問題 想問一下 有問題 但有人回答你 什麼啊 Penny回答你 他說 監表很難編 這樣編你不敢認 原來 原來 是嗎 小心一點 我以為 說了這麼多 搞到 搞到我叮了 監表很難編 其實 其實 就不斷沒有說這些 是他不斷說 好啊 你要弄吧 我在這裡不斷說 其實沒事的 是你先說 小心點 我自己會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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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是這樣的 這是真的 有小朋友那些 有時候早一點 比較方便 沒有小朋友那些 有時候晚一點就OK 深夜呢 冬令那些 啊 變多一點 哈哈 大家想想 小小朋友大家明白 是不是 我沒所謂的 有公開有開心文 現在這樣說 哈哈 又是我 又是我 哈哈 為什麼又是我 真的笑 OK 好 那又怎樣了 好 下個月可能 未必安排 可能我們的時間比較多 不是 看又怎樣 如果有五萬至十萬 這樣 10萬人 對 觀眾 現實的一萬 可以嗎 又或者這樣 外面 如果有一萬 我們就開了 或者外面有些公司 請我們四個在那裏做節目 有些 可以一起四個 可以做也可以 提前點也可以 現在沒有常去做 即是 沒有 盡量 因為你都知道 我們都要夾時間 那些 留意一下 我們幾位的Facebook 會有些更新給大家 各位都說了一個多小時 多謝各位支持 多謝 多謝 下個禮拜 日冬令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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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要教訓後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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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